其實近年的設計風格普遍以北歐風、日式風格甚至工業風為主 但也要和大家分享 其實有一種叫做新中式的風格是近年到趙趙開始流行 又別於傳統深沉顏色那種感覺 而新中國風其實是更加現代更加適合年輕人 今次和大家分享的單位以新中式輕車華風為主軸 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以淺木色、淺米色、雲石紋的木地板等等去配搭一些深淺的灰色為主 再加入中式製件、木製件和木雕刻去設計帶出一些家的溫馨和中式雅致的感覺 當中還有一些細節的位置 就是再滲入一些香檳的金色、玻璃工藝的吊燈和水晶燈 還有大理石紋的材料帶出這種輕車華的感覺 這個位置本身是其中一間客房 設計師把這裡的牆拆了 擴大了由大門口走進客廳的景深效果 令到客廳和飯廳的自然光增加了 另外就是這裡做了一個開放式的書房和偏廳 誰說氣派的呈現一定要靠高的 靠深也可以 而客飯廳和開放式書房等區域的間隔 就用了中式屏風和竹簾作為區分 區分這個間隔的同時 亦都保留了視角上的一個穿透感 配合了這個中式屏風圓形風景窗 做出一個中式庭園移步換景的一個效果 沿著走廊走到最盡頭 就來到這個主人房的廁所 設計師先繼續把這個圓鏡的效果 帶到主廁裡面延續這個 新中式車華風格 另外一些深思位可以看到 包括你很難會看到有人用的一個很中式的洗手盆 比較中式的花磚和香檳金 這些都是一些深思位來的 新中式風格是近年開始流行的 在過去比較多會出現在一些有名的酒店裡面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這些風格其實是比較難拿捏 一個不小心就可能會偏向日式或者定位不到的風格 在今次這個單位裡面 我看到設計師其實他從很多細節上面著紋 呈現了新中式風格比較尊重自然的那種感覺 當獨立空間的時候他又可以獨立展示 當融為一體的時候他們又不會互相排斥 高啊 如果看完今集的內容有意見想討論的話 可以在以下連結留言 拜拜